当先天失聪的宝宝第一次带上助听器 在那一刻,他的整个世界都完整了 眼前的这个新生婴儿 怀揣着妈妈的期望来到了这个美好的世界 他本应该拥有一个精彩的未来 但命运却残忍地夺走了他的听力 自从降生以来,他的世界就是一片寂静 为了让他的人生重新焕发光彩 母亲便决定帮他戴上助听器 然而,这个佩戴的过程对于宝宝来说有些难受 他不理解大人们的做法 可却又没有力量反抗 于是只能伸手抹着眼泪 此时,妈妈注意到了宝宝的不安 便拿起了一旁的奶嘴 轻轻地塞进宝宝的嘴里 感受到唇齿间熟悉的触感 宝宝逐渐安分了下来 挣扎的力度变小了不少 当医生第一次尝试将助听器塞进宝宝耳朵时 却因器械调配有误而失败 宝宝发觉耳朵有些不适 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妈妈的心都跟着揪了起来 好在,医生经验丰富 立马完成了助听器调配 第二次的尝试顺利完成 宝宝的耳朵上多了一个金属部件 这也代表着宝宝的世界 将不再是孤独和沉寂 他也能像其他同龄孩童一样 尽情地去享受美好的生活 看到宝宝成功带上了助听器 妈妈轻轻地移开奶嘴 宝宝也舒展了眉头 露出甜甜的笑容 这时妈妈发出轻快的声音 开始安抚起宝宝来 而宝宝听到妈妈的呼唤后 竟睁大了双眼 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接着他又开心地笑了起来 原来这个世界上 还有这么多美好动听的声音 今后他也能借着器械的帮助 去聆听多姿多彩的人声 刚刚带上助听器时 宝宝还有些不适 经过医生的不断调整 他逐渐接纳了耳朵上的新伙伴 感受到妈妈深深的爱 宝宝再次弯起嘴角笑了出来 而妈妈看到宝宝的笑容 流下了欣慰的泪水 他伸手擦拭掉眼角的泪痕 现在可不是哭的时候 宝宝需要的是爱和鼓励 帮助他坚强地生活下去 相信在妈妈无微不至地呵护下 宝宝一定能够健康平安地长大 拥有丰富多彩的未来 宝宝患上先天性疾病 总是令人感到惋惜 而他们顽强拼搏的勇气 值得我们敬佩 画面中的这名女婴 不幸患上了先天性疾病 丧失了全部的听力 她诞生的两个月以来 从未听到过任何声响 母亲纵有千言万语 来表达自己浓浓的爱意 可却只能憋在心里 说不出口 在医生的帮助下 宝宝尝试带上了助听器 第一次听到外界的声响时 她流露出不安的神情 紧张地盯着妈妈的面庞 眼睛不停地上下打转 看来依旧有些不习惯 而妈妈觉察到了宝宝的不安 便轻声地向她打着招呼 母爱的力量是伟大的 听到妈妈的声音后 宝宝逐渐放下了警惕 开心地笑出声来 妈妈看到宝宝的笑容后 开始对宝宝倾诉起心底的爱意 宝宝感受到妈妈言语中 流露出来的关怀 双眼逐渐湿润了起来 好像马上要哭出声来 但她又在坚强地隐忍着泪水 想到背后还有妈妈 和这么多好心的医护人员 在默默地付出 她怎么能哭出来 让大家担心呢 此时就应该要展露笑容 鼓起勇气面对人生 妈妈看着坚强的宝宝 不断地对她诉说着 我爱你 而宝宝则轻轻地动起了嘴唇 似乎在回应着妈妈的爱 尽管此时她还未学习语言 但深深的爱意 已经通过眼神传达给了妈妈 未来的路还很漫长 相信有了妈妈的呵护与陪伴 她前行的道路也会畅通无阻 看了宝宝们第一次戴上助听器后的表情 网友们全都被他们的坚强打动 大家不约而同地在评论区里为宝宝加油打气 宝宝们没办法避免先天性疾病 但他们可以鼓起勇气 积极地面对未来的生活 迎来丰富多彩的人生 而父母也有责任 更有义务在怀孕时照顾好宝宝 定期做好产检 时刻关注宝宝的健康状况 更要拒绝外界的刺激 避免有害气体的侵害 减少宝宝患病的几率 同时妈妈们更要注意身体健康 遇到突发性感冒时应该及时就医 胡乱服药也会对宝宝造成不良的影响 只有严格约束自己的生活 才能最大程度保证宝宝的健康 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情感 任何疾病在母爱面前 都会显得渺小无力 在妈妈的关怀下 宝宝们一定能够振作起来 勇敢地面对坎坷和挫折 希望世间所有的宝宝 都能平安健康地长大 过上幸福圆满的人生 在家人中文章里面对均匀